少年只是看了一眼混混的女朋友 结果就被认为是挑衅 让他赔精神损失费 男孩没有说话转身离开 谁知不怕死的混混一把抓住他 不给钱你就别想走 谁知下一秒混混就飞了出去 这时另一个混混上来就是一圈 这可把男孩彻底惹怒了 一个眼神混混的手就骨折了 这时混混才知道他惹错了人 下一秒整个便利店都飞了 真是活腻了 连男版魔女也敢招惹 男孩名叫徐福 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猪的基因 改造出来的超级克隆人 他不仅拥有长生不老的体质 其骨髓还可以治愈一切疾病 但同时他也非常危险 诡异的脑内波让他拥有了极强的念力 一个眼神便可以挡下子弹 将人碾压成渣渣 甚至能引起天崩地炼 而就在昨晚 创造徐福的博士被炸死在了家中 于是为了安全 徐福必须马上转移到一个神秘的实验基地 负责护送徐福的勇哥是政府的顶级特工 而勇哥因为患有脑癌 动不动就会晕倒 为了治疗自己的疾病 勇哥接下了护送徐福的任务 但他不知道徐福拥有超能力 只知道徐福是唯一能够治愈他的人 执行任务时 徐福全身被捆得严严实实 在勇哥的看护下运往新基地 可半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对神秘的不用兵 他们心里有助 活力全开 短短数十秒就解决掉了所有复位 勇哥还想反击 可他们往车内丢了烟雾弹 成功劫走了货车 等勇哥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靠在了车里 徐福也暂时安全 可这时 一名雇佣兵突然走了进来 他手中拿着神秘的药剂 准备给徐福注射 结果徐福突然开口拒绝 而雇佣兵并没有理会徐福 这可把他激怒了 由于车那个动静太大 直接惊动了其他雇佣兵 好在勇哥的身手还不错 直接溜进了驾驶室 开启货车就在仓库里面横冲直撞 雇佣兵们拿起了机枪一顿扫射 可勇哥强行加速 硬生生的撞开了墙壁 生了一逃脱之后 他第一时间给上司打了一通电话 在上司的安排下 勇哥带着徐福准备先回家等待命令 在经过了街道后 徐福的眼睛里面充满了好奇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外面的世界 勇哥给他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 回到家后 勇哥也不知道徐福能吃什么 于是便给徐福做了泡面 可没有想到他竟连吃了三碗 还意犹未尽 勇哥不禁感叹 看着孩子就没吃过好东西 于是在两人谈话间 徐福说自己每天的日常 就是身体承受巨大痛苦 被不停的检查研究 不过好在有身为科学家的妈妈陪伴 徐福没有想过要离开实验基地 这时铃声突然响起 是上司派来接应的人 可让勇哥没有想到的是 接应的人看到徐福后 立马掏出了手枪 一眼 仅用一眼就挡住了对方射出的所有子弹 而勇哥也趁机托了过去 刺伤一名特工后 又将另外一名特工推入了走廊 两人正在殊死搏斗之际 被刺伤的特工再次拿枪指向了徐福 可这时徐福怒了 整栋房子都开始剧烈抖动 等勇哥解决完了对手 客厅内也突然发生了爆炸 勇哥再次返回客厅时 这里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 看着徐福拥有如此恐怖的能力 勇哥吓得都不敢靠近 于是他给上司打了通电话 想问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击毙令是政府下达的 而上司在得知了任务失败后 立刻便命令勇哥继续执行击毙任务 可勇哥却果断的拒绝了 因为如果徐福死了 自己的脑癌就没有办法痊愈 所以勇哥给实验基地打去了电话 他决定先带徐福返回基地 然后再做打算 可此时徐福却表示自己不想回基地 死活都想要去教堂一趟 勇哥知道自己阻止不了徐福 所以只能陪同徐福一同前去 但在去往教堂的路上 徐福突然莫名其妙地口吐鲜水 这可把一旁的勇哥给吓坏了 因为勇哥并不知道 徐福其实每天都需要打一次抑制剂 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 勇哥趁着加油的时间去上了个厕所 结果等他返回车上的时候 却发现徐福不见了 原来徐福偷偷地溜进了便利店 正直勾勾地盯着小姐姐的零食 这也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这时 次数寻找徐福的勇哥 看着商货突然爆炸的超市 顿时大感不妙 徐福的行走很快就被政府知晓 勇哥只能赶紧带上徐福逃离了现场 一路来到了徐福所说的教堂 接着 徐福静止地走向了一份骨灰盒 里面摆放的骨灰是一个叫庆润的孩子 而旁边的照片竟然是徐福的妈妈 原来多年前 庆润和父亲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 妈妈为了复活儿子 利用儿子DNA克隆出了徐福 这就是徐福被制造的理由 徐福非常伤心 因为自己不仅是实验品还是替代品 他忍不住哭了出来 勇哥非常的同情徐福 不忍心将他送回实验基地 可徐福却已经坦然了 接受成为小白鼠的命运 返回实验基地的徐福 很快就被绑上了实验台 这时 勇哥从博士那里知道了实验基地的真实目的 他们想要抽光徐福的骨髓 提取其中可以改变寿命的船份 帮助实验基地的老板实现永生 在得知基地的真面目后 勇哥瞬间暴怒 于是抓到了博士当人质 威胁基地赶紧停止实验 可博士却表示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切 这时 勇哥想起了徐福的妈妈 可没有想到的是 博士随手拉开了一旁的冷冻柜 里面存放着的居然正是徐福的妈妈 原来 几天前 徐福的妈妈为了保护徐福不再受到伤害 威胁起了实验基地的老板 结果被当场干掉 勇哥也很快被赶来的雇佣兵制服 被打晕抬了出去 但博士却突然发现 刚刚还躺在实验台的徐福居然消失了 接着博士一扭头 徐福竟出现在了冷冻柜的旁边 亲眼看见妈妈尸体的徐福怒火瞬间被点燃 博士吓得赶紧求饶 最后博士被硬生生的砸成了肉饼 周围的雇佣兵全部都被吓呆了 立马掏枪着准备射击 结果却被基地老板拦下 因为他可不想自己的实验品就这样被毁掉 但此时愤怒的徐福缓缓地走向老板 强大的念力直接震碎了周围大量的玻璃 一瞬间 数十名雇佣兵被徐福直接秒杀 只剩下了老板一人 恼怒的老板对着徐福破口大骂 殊不知自己已经死到零头了 只见徐福再次施展念力 将老板的轮椅硬生生的碾压到变形 最后变成了一块废铁 但可怕的是愤怒的徐福并没有就此收手 他好像失控了 让整个基地都随着他的念力开始震动了起来 伴随着一声巨响 一股强大的冲击电波席捡了整个基地 把驻守在外面的军队吓傻了 等动静渐渐消失后 长层的大门突然落下 军队立刻围住了大门 可没有想到徐福竟直接撕裂了船体 从另外一边走了出来 军队健壮立马朝着徐福的方向开了过去 可诡异的事情 子弹压根就伤不到徐福分毫 而徐福只要稍微一击中 一股强大的压力就袭向了军队 在重压之下 军队全部归倒在地 再多的人在徐福面前也只不过是蝼蚁而已 不管他们如何用力抵抗 都无法站起身来 他向着军队直接开启了大招 重力瞬间加强了百倍 强大的中击波直接击垮了几百人 等一切结束后 副作用也随之爆发 徐福立马开始口吐鲜血 虚弱的跪倒在地 可万万没有想到 重伤的长官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 对着徐福就开始了猛烈的进攻 而徐福也因超能力使用过度 没一会就倒在了地上 眼见长官就要杀死徐福的时候 勇哥突然出现了 他驾驶着装甲车撞起了长官的炮 然后直接停在了徐福的面前 挡住了其余的射击 可惜很快长官就调整好了炮口 连续的炮击让装甲车瞬间爆肺 勇哥也被镇成了重伤 他开始劝说徐福赶紧逃跑 可是徐福却不想这么做 他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眼见军队再次逼近 徐福缓缓起身 拔掉了脖子后的注射装置 下一秒 整个空间都开始为之震动了起来 仅仅一瞬间 军队便彻底的失去了战斗能力 勇哥以为这样应该就结束了 可没有想到徐福竟然想要杀光所有人 勇哥还想要去阻止 徐福告诉勇哥 他曾经也想做人类 可他们却把自己逼成了现在的模样 要想结束这一切 除非勇哥你亲手杀了我 看着徐福坚定的眼神 勇哥也慌了 他缓缓地捡起了地上的手枪 亲手结束了这一场悲剧 这次影片徐福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